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的7月15日 咱们上期节目简单预估了一下中国二季度的GDP增速 当时我猜测共产党可能会把数字拉到5% 现在答案公布了,二季度GDP增速只有4.7% 共产党只是把上半年GDP增速给控在了5%这个考核目标上 这个操作还是大大出乎我意料的 不过当我看到二季度最终公布的各项消费和投资数据 细细琢磨一下我也就明白了 这个4.7%可能对统计局来说已经是用尽全力了 但是不管怎样,总体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跟咱们预判的还是一样的 那就是内需和投资拖后腿 就出口贸易在支撑GDP上涨 而且二季度的出口上涨也有一个可能 就是中国即将面临来自欧美的更严格的关税制裁 所以有些进口商提前囤货了 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解读一下中国二季度的GDP成绩 看看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消费 因为消费数据里包含的信息量是最大的 中国社会消费品领售总额同比增速 我们从图表里能看出来 二季度比一季度下滑了不少 而且整个二季度表现最好的就是五月份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电商购物节 618今年把活动提前了 大家的付款都发生在五月份 所以才造成五月份的消费数据反弹了一下 但是六月份的消费额被提前透支了 所以六月份的消费数据自然就是压火 今年一季度中国的消费增速是4.7% 但是最终上半年的消费增速却只有3.7% 如果按月份看 消费表现最差的是六月份 增速只有2% 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内需越来越萎缩 二季度比一季度在走下坡路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大家的钱都花到哪去了 什么种类的消费在减少 统计局告诉我们 今年上半年哪种消费增速最高呢 A是粮油食品烟酒 其中我对比了一下 粮油食品的零售额涨幅是逐月走高的 五月份涨了9.3% 六月份涨幅就上升到10.8% 大家品一品 五月份消费额可是有618活动加成的 这时候大家囤点米啊 面啊 油啊 还合理一些是吧 但是六月份大家消费的粮油食品 竟然比五月份还多一大截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答案就是涨价了 统计局给的CPI报告里也说明了 粮食价格上涨0.4% 这个0.4%的可信度有多高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粮食食用油这些商品如果一旦涨价 那么人们在这些刚需商品上的支出就会增加 前几天中国发生的油罐车丑闻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 所以我猜测7月份大家花在粮油上的钱会更多 因为都去买日本进口的食用油了嘛 吃饭要花的钱更多了 那么其他的消费自然就少了 统计局的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图里我们就能看到 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涨幅高达7.8% 占到了人均消费支出比重的31% 也就是大家每花出去10块钱3块多就要用在吃上 于是我们在6月份的消费统计里也看到了 人们在服装化妆品经营珠宝的消费上大幅倒退了 虽然6月份的消费额减少可能是因为都在5月份提前花了 但是整个上半年我们依然看到同样的趋势 那就是大家花在食品烟酒上的钱更多了 而花在服装化妆首饰上的钱更少了 这是不是说明内需不振呢 相信大家都有答案吧 再来看汽车消费 整个上半年中国的汽车消费额下降了1.1% 今年车企们狂达价格战 但是依然挡不住二季度中国人的汽车消费逐月下滑 价格战并没有带来销量的提升 这难道还不够说明消费不振吗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刚刚公布的6月份汽车库存预警指数 就高达62.3% 同比上升8.3% 车企们库存高 销售差 难怪宁愿把车运到海外去堵别人的码头了 除了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在缩衣节时 民营企业的消亡 我们也可以从消费数据里看到 因为我们发现整个上半年消费额减少最多的是文化办公用品类 而这类消费的主体就是企业 没有人去创业开公司了 自然办公用品的消费也下来了 这点我们还可以从目前中国写字楼的空置情况得到印证 就连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中心 写字楼空置率也在今年创下新高 可见民企不知已经倒闭了多少 说完消费 咱们来看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数据 历来是统计局所有经济数据里水分最高的一个 因为基数每年都被大幅下调 但是既如GDP的时候 又不对去年的GDP进行修正 总之就是统计局的一个大坑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趋势变化上看出很多问题 比如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一样是二季度比一季度差 月份上曲线向下 六月最差 如果按产业看 支撑投资上涨的是第二产业 这也合乎逻辑 因为出口好 那么出口制造业就好 出口制造业好 那么就是第二产业好 另外 很多政府投资项目都属于第二产业 比如水电燃气采矿业等等 这两年 中国的投资主要是政府项目驱动的 今年上半年的数据 依然是国有控股投资增速高达6.8% 而民间投资增速只有0.1% 外商投资企业直接固定投资减少15.8% 这说明整个中国现在就是国企拉投资 民企躺平 外资跑路 更别说房地产业还在继续拖固定投资的后腿 地产投资能不能有起色 主要就是看销售 如果开发商的房子卖不动 那么投资自然就上不去 而整个上半年 中国的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41.6% 可见房地产根本就还没有到达底部 因为问题的癥结是出在老百姓的收入和预期上 你政府光推楼市放松政策 而不去努力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是不可能把房地产救起来的 这里我们就要说到统计局的又一个天坑 居民可支配收入了 这个数字我们频道的观众 至少应该都已经是当个笑话来看了 因为在统计局的数据里 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在下降 然后全国人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 涨幅甚至超过GDP增速 高达5.4% 人们的工资性收入涨幅更高 高达5.8% 大家看看自己的工资单 有没有达到平均水平 有没有给统计局拖后腿 这个数字之所以是个笑话 第一是因为财政部的个税收入 今年每个月都是下滑的 我们从各个可能性都分析过 结论就是统计局的数字不准确 其实从常识出发 大家也能发现问题 刚才我们分析了消费数据 内需不振 大家都在消费降级 如果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涨幅 年年都超过GDP 工资涨幅更高 而且社会失业率又特别低 请问大家为什么不敢消费呢 为什么会不敢买房 不敢买车 完全没有消费信心呢 是不是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台湾 这里我要批评一下台湾的统计部门 数据更新实在太慢了 都2024年了 到现在才更新了2022年的居民收入情况 效率太低了吧 不过台湾的效率低啊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发现他们统计家庭收入的时候 是地方政府挨家挨户去调查的 需要居民的配合 所以数据就出的特别慢 不像中国统计局都不需要落地到户去排查 掐指一算 数字就有了 那么台湾2022年GDP增速是2.45% 但统计部门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是3.8% 中位数增速也有3.3% 所以人家是确实人均收入涨幅超过了GDP涨幅 而且台湾的消费数据趋势也是和人们的收入趋势一致的 2023年台湾民间消费规模突破新台币11兆元大关 消费成长率8.4% 创下近30年来的最大涨幅 可见台湾内需之望 台湾人不仅在国内大肆消费 而且出国消费也大涨 这种剧情是不是当年中国也曾经有过 十年前满世界也都是中国大妈的旅行团 但是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这么多中国游客吗 很少了吧 所以要想支撑消费 必须要建立在人民收入能上涨的基础上 我们迟迟看不到中国政府往这方面去努力 那么中国经济是救不活的 现在也就只能靠同几句编数字来粉饰太平 我们总结一下 中国二季度的GDP增速最终只拉到4.7% 大大低于各界的预期 我想其中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消费和投资真的太差了 共产党退而求其次 就想着现在上半年保住5%的GDP增速 这个考核目标 而把希望寄托在二十大新政出来以后的下半年 其实我相信能看到我节目的墙内朋友 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里 推论出统计局数据的水分 拉一拉自己的工资单 看一看自己的信用卡账单到底赚了多少 又花了多少 是在消费升级还是在消费降级 相信大家都有直观的感受 统计局可以嘴硬行事一片大好 但人们的钱包是最真实的 所有人都在盯着二十届三中全会 相信很多朋友也把改革的希望放在这次会议上 但是说句实话 可能会令大家失望 因为这次会议基本上就是研究消费税 怎么分给地方政府的方案 实际上如果从好的角度去看 地方政府分到这块蛋糕以后 为了增加自己的消费税收入 应该要去想办法增加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比如好好去研究一下提高就业率 增加人民工资收入的方案 按理说消费税收入高的地方 也就是一些沿海发达城市 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在中国算是最开明的 至少在我的印象里 他们还是比较务实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些年皇上在沿海祸害了一圈 导致上梁不振下梁歪 现在这些地方政府也越来越官僚化了 一个个都学坏了 就像这回的税制改革 他们并不打算通过增加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来增加自己的消费税收入 而是打算直接抢劫企业 总之小翠我家里最近就因为这个税收倒查30年 而挨了铁拳了 罚款被罚死 具体怎么回事呢 本周六晚上7点 我会在会员直播里 跟大家详细聊聊铁拳到我家的故事 如果有兴趣了解的朋友 可以来听一听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